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7月19日 今天看到海外的法轮功创办的网站 大纪元刊登一篇文章 讲到法轮功反迫害22年 全球387万人 促法办江泽民 这个消息是很令人震撼 说是在纽约曼哈顿第二大道47些 联合国公园里 一些法轮功公园 一些法轮功学员手持呼吁法办 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的旗帜 给大家看看网上的截图 非常隆重 给大家看看 很热闹 你看 法轮功是切而不舍 不屈不脑的抗争 现在已经是22年了 这篇文章讲 99年7月20号 党魁江泽民下令阻押法轮功 这我有印象 那时候我在体制内还没出事 99年第二年我就出事了 我记得清楚在市政府的后院 波西来操控着国安局局长万国涛 还有党委书记车可民 就镇压法轮功 当时对法轮功采取的镇压手法非常残酷 他们都是江泽民的帮凶 这个是我亲眼看到的 现在没想到22年过去了 时间过得真快 那么这篇文章讲说 现在搞这个活动 由37个国家超过387万民众 这个民众联网签名 就要求承办 人权的镇压人权的恶棍江泽民 说截止到2021年7月10号为止 统计的37个国家 说由台湾日本韩国民众参与 举报江泽民的人数最多 台湾有130万 日本有95万 韩国有67万 欧洲有29个国家参与 澳大利亚举报人数20万 来围堵江泽民 可见江泽民摧摧老一了 现在是没有办法 无力回天了 但是要想平反 难度也挺大 但是不过本人认为 似乎给我的感觉 好像习近平并不赞成 镇压法轮功 尤其是胡锦涛 温家宝肯定不赞成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今天 我看到了一篇非常好的文章 以前我没有注意 有一位叫王有群的先生 他是法轮功学员 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好 我记得我上次做节目 曾经谈到了 我就想这文章 为什么这个人写的文章 这么老道 一查 原来他是 原先是中纪委卫健行 卫健行黑龙江人 他有很多朋友 我都认识在黑龙江 卫健行的秘书 难怪了 他是给领导写大材料的 这个人在1999年 因为参加法轮功 被抓捕 7月20号被抓的 那么被关押了4个月 135天 后来被判刑 又待了5年多 这个人特别有意思 在狱中还写信 控告江泽民 而且他这个 讲这个事 绝对不是假的 为什么他都有 事件地点 有证据 非常细 他讲什么呢 他一直是在控告江泽民 甚至在 后来在释放以后 他也不断写信 告江泽民 而且他把这些信件 寄给了很多的 中共的领导人 他说他寄信的 对象 有很多都是 当时还是在 领导岗位上 非常重要的人物 但是这些人 都没有对他 进行政治迫害 你看他讲 这个是2007年1月22号 他重写了 至江泽民的信 他今次给江泽民写信 同年1月24号 以挂号信的方式 寄给江泽民 时任还有这个常委 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 还给北京西陈区 德胜街街道 办事处610办公室 官员韩军 你看他胆子够大 07年3月1号 他还到邮局 对上述三封信 进行查询 结果是寄给江泽民的信 罗干的信 分别在1月26号 27号 有这个回职章 上面写的是 凭国家信访局 传达师收信 章妥头 就是说有的信 他都收到了 收到他有个回应 他说寄给韩军的信 也有回应 这说明他们收到了 但收到这些人 没有进一步 对他进行迫害 那么他就讲这个事情 他说以后 他曾经写信 给这个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从最高层到最基层的 许多官员 共77个人 包括胡锦涛等 8位中央政局常委 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 监察部长李志伦 北京理工大学 胡星斗 给胡星斗没有问题 胡星斗是教授 但是问题你投机了77份 还没有遭到 这个威力学生 遭到整数 那证明上面可能 这些领导都不赞成了 他这样法轮功 但对江泽民也没有办法 不可能平反 没有勇气平反 但也不想再搞下去 大概这个意思 这是王永群 发表的文章当中讲的 他说2007年12月21号 他在北京新街口邮局 还把信寄给了 北京市西城分局 警官杨金方 他给警察写信 你看都有编号里边 他的编号很清楚 号码是08655794 你看为什么这些人 都一声不吭 这说明什么 他们内部有分歧一些 也就是说 后来这些领导不赞成 他们镇压法轮功 但是已经镇压完了 他也说不回来了 中共就是这样 一代一代领导人 制造冤假错案 后代都不平反 没有这个勇气 他们缺乏就是 胡耀旺那种 高瞻元首 目光如炬的那种 胆略气魄和政治熊怀 和精神品格 所以我说他们都是 没出息就在这里 是吧 你看习近平没什么出息 整天就吹牛皮 一件事也办不成 没有一件事能办成的 你看那个 雄暗新区吹的 到最后现在 扮成一个大锅盖子 就是一个火车站 干了四年 什么叫 升国什么 浦东新区 神圳特区 要建成千年 大忌 这个牛皮吹破了 你再看港内一带一路 最后欠了那么多钱 也收不回来 对吧 还有这中美贸易战 打到今天中美彻底翻脸 还有新冠治理不了 蔓延全世界 你就看他哪一样能干好 是不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估计他可能是 对江泽民也没有办法 但是通过这些事情 你可以看出 就什么呢 人家不给平反 法轮功自己在奋斗 以后不是平反的问题 要清算 罪责 算总账 所以法轮功这篇文章讲说 22年来 他说 史宗他们没有放弃 这个努力 他说 这篇文章当中讲 中国宪法颁布67年了 条文规定公民 享有宗教信仰 言论出版 集会 接涉 游行 是为了自由 但是你想 哪有这个自由 中共是骗人的 是吧 中共建党本年 统治中国72年来 经历的突改 正反 三反五反 工商改造 镇压宗教 反右 大跃进 大饥荒 文革六四 镇压法轮功 迫害台商 还有六四 对不对 还有最近这些 镇压这些异议人士 是吧 维权人士 新公民运动 等等 至少八千万人死亡 我认为他死亡的人 可能上亿 不止这么个数字 说共产党犯下了滔天罪行 所以现在这个时期 是最好的一个 有可能社会 发生裂变的时代 也就以美国为首的 国际社会 危罪堵截 然后和国内的老百姓 对应 就能推翻中共极权的统治 只有中共垮台了 才能彻底的清算 江泽民 包括中共这些党魁 双手站满了 劳动人民宣泄的人 都要一起 给他们送到历史垃圾县里去 那么今天的海外 其他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